自信说yes 准复总统萧美琴为亚太兼任研究基金会举办的国际论坛发表闭幕演说 被困到台湾能不能在亚太地区发挥领导作用 他语气坚定 介绍台湾是坚韧之导萧美琴细数台湾面临的诸多挑战 萧美琴认为台湾的任性正是在中国阴影下行诉 即将就认了他对未来也有方向 这台湾的图片是建立了一个基础的练习 建立在状态的状态 并建立在我们的存在颜色的存在 在颜色的大伙伴 看着前面 总统萨来和我 都努力到这些资源 上台倒数两周 即将就任副总统的萧美琴 如何用外交常才为台湾加分 值得期待 美式新闻综合报道